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其实我们在阮实力MIT里面介绍音乐的时候 当然台湾的流行音乐 没话讲的 我们这个电台也对流行音乐推广 跟介绍不遗余力 不过我们有像上个礼拜 NASO国家交友乐团演出 Puccini三部曲 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而赞赏 这个古典演出 在随时随地向希望合唱团 他们好像到各地去比赛的时候 都打遍天下无敌手 更别讲我们南投的爱乐演奏的乐团 也得到了这个奖项 所以台湾的音乐的声音处处飘香 最重要的原因 处处飘香好像不太对 处处料粮让人记忆深刻 最重要的原因是有EJ的深刻投入的人士 所以我们刚才今天在7点15分以后 我曾经详细的介绍过 今天在现场的两位年轻人 真是令人这个必须为他们拍眼交绝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投入的 萨克斯风的这个乐器是不遗余力 为各位介绍 非常年轻 各位在脸书上可以看到他们的风采 第一位是 米特萨克斯风重作团的团长 陈冠文 冠文早 侯侯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非常谢谢啊 这个冠文 这个以前来过我们节目啊 这个你就知道 当时你刚刚成立没多久吧 对 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第三年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在做成人的一个学习 成人学习 对 现在你们成人学习 学生增加多少 现在哦 现在大概一百五十人左右 哦 对 所以从零人到一百五十人 对 哦 好棒 恭喜恭喜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哦 这是一场陈冠文是团长 他是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毕业主修萨克斯风哦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的是张伯芳 这个是米特萨克斯风 重作团的非常重要的团员吧 重量级团员之一 重量级团员 哦 不是说他体重 他人长得非常帅 刚刚好 恰到好处 张伯芳 伯芳早 各位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他的学历很蛮惊人的嘛 对啊 你也把他请来不简单 是啊 就是我们这个团其实 就是集结了这个世代的一些精英 真的是精英 音乐 音乐界的精英 你们学音乐的已经是社会的精英了 然后你们是学音乐当中的精英 这样讲没错吧 可以可以这样说 我为大家这个鼓掌 我就是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哦 伯芳是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大学的音乐师博士 你是 但是你其实在台湾不是学音乐啊 对 我不在台湾不是学音乐的 哦 你有天分 有兴趣啦 有兴趣 你是读清华大学 对 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才发现 你要去主修音乐啊 呃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 一直都 从小开始就一直吹乐器了 哦 那只是 只是当时考大学的时候 并没有想说要走这条路这样 然后到大三大四 因为我认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 然后就觉得 他们的生活好像也不错 就是工作 什么叫不错 应该说工作形态啦 不是说真的生活 主要是因为你喜欢音乐嘛 对的 然后当然自己有兴趣是最重要的 好 博方跟这个冠文啊 陈冠文冠军的冠文章的文章 博方博 大家他们在这个音乐界是非常知名啊 这个博是博 博 松博的博方是方正的方 他们两位呢 今天我们特别访问他们的原因 是因为呢 嗯 他们正在募款 所以我们前半段先替你们 呼吁大家赶快捐款给你们 好不好 那个团长赶快告诉我们 这一次的募款的目标 而哈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米特 MIT 这个萨克斯丰的重奏团 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以古典的萨克斯丰的演奏为主 对不对 我们其实是 在台湾算是唯一一个 就是以职业性质的一个 萨克斯丰重奏团 那是古典性质的萨克斯丰重奏团 对 那这次其实是 我们去年参加了一个亚洲萨克斯丰大会 这是在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在哪里 在嘉义举办 台湾 对 因为嘉义市政府他们其实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嘉义管乐节 那去年他扩大举办增加了一个亚洲萨克斯丰年会 这样子 对 那我们在这个年会上面呢 就是很荣幸 可以代表台湾去参加演出 那我们也跟这个法国的这个知名的萨克斯丰大师 Van Son David 法国人 我们有一次合作的机会这样子 对 那后来 他跟我们合作之后呢 他回到法国后 他马上就是跟我们讲说 就是他其实一直很鼓励我们说 我们其实可以走出台湾 这样子 他对我们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对 那也因为这个机会 我们马上就就开始筹划 那我们就是计划今年九月的时候 到香港跟澳门去参加他们的国际艺术节 就是他们的国际艺术节是 跟这个Van Son David 因为刚才他讲法文好好听哦 Van Son David 我刚才讲Van Son David 觉得有点惭愧 那他是他推荐你们去的吗 是 因为他鼓励我们走出台湾 那我们当然 你们以前没有走出台湾吗 对 也需要一个机缘啦 那因为他在国际上真的非常有名 所以我们算是 就是因为有他 然后为我们引荐 然后他带着我们 我们才有这个机会 可以代表台湾走出去 所以他也要去 对 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去 对 他会担任一些独咒这样子 所以国际艺术节是澳门 对澳门 我们在澳门一场 然后在香港有两场 对 那其实有在关注我们的配合 应该会发现 很奇怪 我们香港玩 然后到台北之间 其实隔热五天 对 其实事实上 我们本来还要去广州 还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城市 不过就很遗憾 就是前阵子 因为一些政治上面的因素 就我们这些 去中国大陆的活动 就被迫取消 对 谁叫你要叫米特呢 取错名字了 应该叫统一啊 我不是开玩笑啊 如果是统一集团统一 大家就没事 不过演 你去过大陆演出吧 曾经去过 是 所以很可惜 因为政治 我的妈呀 这两位台湾帅哥 没有去中国大陆 这是大陆人的这个 男男女女的这个 萨克斯邦迷的损失 对不对 好 那你是团长啊 你那个先介绍一下这个 当然你创业维艰 现在已经有 2013年创立嘛 对 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也有四年的时间啦 对 你从零人到150人 而且你们还是一个 职业演出的团队啊 是啊 就是 你出去要收钱的吗 呃 我们通常会举办 售票的音乐会 那像我们前阵子 也做了一些 推广的音乐会 对 然后一系列 巡回八场 那这个是不收门票的 嗯哼 对 那明天是我们巡回 最后一场 在花莲 啊 花莲啊 对 花莲的音乐水准 其实音乐迷很多的 对 但是你是 你们是做古典的演出吗 呃 这一次算是 我们也有演奏流行音乐 也有演奏电影配乐 就是我们推广性质嘛 所以我们什么风格的音乐 都演奏 是 萨克斯风 跟台湾的关系 非常密切 因为台湾的厚礼 是全世界的 很重要的萨克斯风的 这个乐器的生产地嘛 对 而且萨克斯风的长相很漂亮 对啊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台湾 学习萨克斯风的人口 非常非常的多 是 萨克斯风的声音 可以吹得很性感 对 他声音变化非常多 是是 可以讲情话呀 对 哈哈哈哈 那我来问一下 那我们在这位 音乐艺术博士 那你 他吹的萨克斯风 这个 有什么样的 不同的特色 他留个小胡子 在抱着一个萨克斯风 那是迷死千万人吧 没有啦 留胡子跟吹萨克斯风 没有关系 我以为这样子 卡在那里 就可以更那个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大学三 但你小时候学乐器是不只吧 不只学萨克斯风吗 什么都会 也没有啦 我一开始学长笛 然后 学一学 觉得 所以都喜欢用这个肺活力的这种乐器吗 管乐器 管乐器换管乐器比较快 然后没兴趣之后 你就换了萨克斯风啊 其实有重叠到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觉得萨克斯风比较 比较有趣 那三大四的时候 投入乐团 你的意思当时很多 就我高中开始就一直 就吹乐团了 然后大学也有吹乐团 然后就是一路 一路都有在吹乐器 后来到美国 你原来去念书是念音乐啊 我出国就是念音乐 就是我出国就从 硕士开始念 他们这种是天才行吧 要不然他怎么可以申请到音乐硕士 他又不是学音乐 而且也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对啊 你们这些 你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吗 在关渡 对我知道 那像他们这种 从这个别的科技来 然后又去 我们更佩服他们 哇怎么机 对啊 更佩服啊 你该客气了 没有啦 对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比较少音乐系有 主修萨斯丰 对 对 主修萨斯丰 其实是在 蛮后期才加入 对 就是加入 就是高等教育的系统 所以 其实在我之前 有很多的前辈都没有 他们都并没有 没有机会 对他们想要学 可是并没有机会 即使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子啊 没有没有 我是说在台湾 台湾 对 所以早期的 早期的老师们 其实他们都是在台湾 努力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再去国外进修 那他们进修回来就把他们在国外的经验 就是注入 就是大学里面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么多 就是大学都有 萨斯丰的主修 现在的萨斯丰 最重要的是 萨斯丰这个乐器 比较好学吗 比较好入手 比较好入手 因为它的设计上面 很符合人体工学 然后执法又跟我们那个小学 国中学校吹的直笛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吹过直笛 你很快就可以上手 所以它音准比较容易找到吗 对 就是如果说跟弦乐器比起来的话 弦乐器比较难嘛 弦乐器就是刚开始花的时间 会比较久一点这样子 那么你们两位主修都是 你是主修就是萨斯丰 是 你也是 你是几年级 冠文这个团长 你是几年级开始学的 我其实算非常非常晚 我高中才开始 对 然后后来是很有兴趣 所以呢 高中就是很认真拼了三年 然后后来在北一大这样子 主修和萨斯丰 通常吹萨斯丰 给她的感觉就是 就是很有女人缘吗 也没有了 没有吗 也没有 没有太有 你爸爸在听节目吗 有一点就好了 有一点 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 你们这次所推的 推的乐曲好吗 OK好 这个是特别吃请到了 这个编曲家李哲义先生 把三首邓宇贤的民谣 把它编成一首写奏曲 对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 其他团员 OK好 你们现在这个米特萨斯丰 这个重奏团 刚才说广州不能去 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 那因为米特叫MIT 又要改成Chinese Taipei 我们进广告 我讲这话 其实有点难过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 充满了阳光 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他们光是一个 一种萨克斯丰的乐器 就集结了这么多的人 而萨克斯丰在后里 张家是他们的 传统的生产的 一个艺术产品 所以萨克斯丰跟台湾的关系 非常非常强 很可惜广州 如果不让我们这个 萨克斯丰的米特乐团去 其实还蛮可惜的 马上回来 好 这个米特MIT萨克斯丰 重奏团要走出台湾 风鸣亚洲 这是他们的最新的一个活动 在Fly in V上面 在募款 所以现在我们常介绍 Fly in V的募款的活动 你可以去找这个 募资平台 你们的目标本来是60万吗 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了 没有 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 现在完成度91% 91% 还剩9% 对 听众朋友 口口早餐听众朋友 请你们集气一下 才剩9%而已 9%的60万的 9%才5万多块 5万多块 OK好 希望大家蚂蚁熊兵 来帮助这个 我们的米特 这个萨克斯丰 这个重奏团 他们要到澳门跟香港去演出 这是国际艺术节 而且是法国的这位大师 这个 Van Son David 你讲比较性感 Van Son David 这个高度推荐 其实我们的文化部 有给你们补助吗 我们这一次没有拿到 可是台北市文化局 我们有拿到一点点 对 因为 其他的文化局 没有 我们以前都会申请文化部 还有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对 但是 或许是这一次竞争者 竞争比较激烈 这样子 就没有 对 我们这次没有拿到 那 反正广州你们去不了 所以节省了一点经费 也不是这样说 来谈一下那个 演出的这个曲目好了 国方 这个 你是音乐艺术博士吗 对 来帮我们谈一下这个 我们都是外行啊 那个像感觉到 萨克斯风的演出 这个他 基本上来讲是 他的音色跟别的乐器 有什么不一样 怎么去想学习 然后他跟其他的乐器之间 就是他是管乐当中的 什么样的这个角色 那 这次我们所 吹 这个 你们重新编曲的 四季红乐业筹 加上这个雨夜花 成为一个四月雨 是 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对 那其实这次演出是 这个 这个演出的节目 其实是 就是我们这位独奏 叫Vinçon David 他已经设计过的 那他的想法是 他要集结各地 就是各个国家 不同的音乐 那这边讲 就是特别 特别讲一个点 就是 虽然我们 我们说 我们说我们推广 古典萨克斯风 所以 但是其实因为 萨克斯风 他被发明的时间 是在1840年左右 所以大家其实很多听众熟悉的这些古典作曲家 例如说莫扎特 贝多芬 孟德尔松 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所以很可惜是他们 我们完全没有他们 他们帮我们写的曲子 终于帮我们解惑了 对对对 那就是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 萨克斯风演奏莫扎特什么的 但是 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 已经没有办法帮我们写曲子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折中的方式 就是我们会改编其他乐器的曲子 那 这次的节目里面 伦桑达比他自己改编了很多古典音乐作曲家的曲目 那包括有圣商 然后孟德尔松 然后维瓦地 然后这些人的 大部分是小提琴的 的写的写奏曲 然后还有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 他的西城故事的选曲 对所以 然后 其实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李哲义老师 就是帮我们编的作曲 就是一首给高音萨克斯风的幻想协奏曲 就是叫四月语 就是用台湾的音乐元素去做的 所以那这次 这次整个演出也是 我们一直都很希望把台湾的音乐推出 就是推到国际上 因为我自己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还有一路听来台湾的这些演奏 各国的演奏家 其实最吸引我的一个点是 他们演奏都很好 但是最好的那个部分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 对就是真的是他 土生土生 存在他血液里面的那个东西 是最迷人的东西 那我们虽然学的是西洋乐器 可是我们很希望说 我们可以在把演出的时候 把台湾的音乐文化 还有台湾 或是其他台湾的文化 推广到国际上 就是让国际上看到台湾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就是特别 就是请了李哲益老师为我们做这首四月雨的高音萨斯丰 给高音萨斯丰跟萨斯丰重做团的写手曲 就是对以前先生的三首的作品呢 这个把它这个融合在一起吧 这才符合米特的精神呢 那萨斯丰的这个演出 像这一些有点悲情诉求 但是又有点这个 对乡土跟情怀的这个台湾的乐器 应该更不一样嘛 刚刚讲这是一个纯西方的乐器 对 萨斯丰 而且尤其是 由我们台湾的演奏家来演奏 对啊 对所以算是把我们台湾的特色 然后我们的文化可以带给国外朋友认识 但是这是高音萨斯丰的这个一首编曲 你们总共有多少人一起出过 12个演出者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技术人员 加起来总共17个 加上万聪达比这位老师 总共17位 所以你们才60万目标吗 对 所以当然 这还蛮辛苦的这样出过 除了Flying V以外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就是 大家可以真的买票 然后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对 在台湾的 我们台湾的场次是9月16 在台北卢宙工学 哦这个很重要 然后9月17 在台中的新明高中音乐厅 哦这个啊 这个是台北的卢州工学社音乐厅 跟台中的新明高中的音乐厅举行 这个然后你们有两场 两个地点是澳门的理工大学 跟香港沙田大会堂 对然后要特别说一下 这个香港沙田大会堂 它的座位1372个 就是我们也希望如果有 有朋友在澳门或香港的话 可以去 对可以请他们来支持一下 来自台湾的团队 嗯好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谢谢两位哦 这个在脸书上 各位可以看到他们的风采 他们为了自己投入塞克斯风 这个啊 然后有学理 有实物演出 然后还推广这个乐器 有小朋友的音乐啊 将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小朋友也有塑胶的 塞克斯风的 对不对 哇 女生也可以选吗 可以 很多人 我们团有一半都是女生 OK好 非常恭喜两位加油了 Fly in V上面 大家来一行这个集资哦 谢谢